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如何与孩子沟通毒品问题 那么在毒品呢 在英文中毒品是没有单独的一个单词的 它是跟药物是同一个词 就是药物这个词 那么我们从这个词的来源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说一开始呢 从这个毒品它是从医疗用途 然后变为这个消费的滥用的这个一个物品 所以说我们这个毒品一开始都是一个药品用于什么呢 比如说麻醉类呀什么 都是帮助医疗辅助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慢慢出现 那么我查到一个关于毒品的 关于中国的定义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规定呢 毒品指的是鸦片 海洛因 冰毒 马菲 大麻 可卡因 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 其他能够使人形成这个成瘾的这种麻醉药物和精神药品 这里大麻在中国也是属于毒品的 但大麻在很多国家已经合法化了 包括欧洲也是合法化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社会现象是越来越严峻的 就其实孩子们在长大了以后 18岁以后 他是可以合法的获得这个大麻 甚至说现在很多高中的孩子都有去尝试过这些大麻和毒品 在准备这期课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让我震惊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名词分类 就是根据各国的法律管制 他们把毒品分为合法毒品和非法毒品 这点是挺震惊我的 我就一直想毒品有什么合法和非法啊 肯定都是非法的 然后我又仔细看了一下 那么非法毒品就是我们常 就是说大家这种在常规的这个印象里面的像冰毒啊 海洛因啊这些的 包括说中国非法的就比如说有大麻 那么在别的国家大麻已经合法了 那我在这里要重点强调的这个合法毒品呢 就是说全世界通常都认为的这种合法毒品 一般就指的是烟草和酒精 烟草和酒精 烟草和酒精因为这两个呢 都有一定的精神依赖和躯体的依赖性 就是从心理上也好 或者从身体上也好 都会产生依赖性 那么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 可能面对诱惑特别多的 就是这两大类了 就是烟草和这个酒精 那么因为一般毒品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非法毒品的话 我们家长都能够意识到它的这个危害性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说不管是网络上的一些教育片也好 或者说通过一些数据也好 我们可以知道毒品引起的这个危害 是非常非常大的海洛因类的这种毒品 全球呢每年有2.7亿的人在吸毒 有近3500万的人是吸毒成瘾的 那么这种就是说非法类的毒品 导致的身体损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会把人带入到死亡这个境地 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有一些禁毒的这个电视啊 电影啊也都在拍 我们看到很多人吸毒了以后 这个身体的情况是每况愈下 是很吓人的 所以说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孩子和家长 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很难接受到这种 就是说很难接触到这种非法类的毒品的 离我们还是比较遥远 而且家长的警惕性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在这里为什么要重点的 要强调这个合法类毒品 就是酒精和烟草的这个损害呢 两点 第一点是说酒精和烟草 在我们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首先这个全球的趋势是慢慢的低龄化 就越来越小的孩子去尝试酒精和烟草 对不对 而且它是很方便容易取得的一个途径 很容易就取得 而且吸烟和酗酒的人 在我们身边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包括很多父母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我们可以知道 凡是接触的毒品的人 就是说接触到这种非法毒品 海洛因这些人 那么他一开始 大部分的这种人群 都是从吸烟和酗酒开始的 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从来不吸烟不酗酒的一个孩子 他长到二十多岁 他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教育 他本身没有这些生活上的恶习 有人这时候来给他毒品 他肯定是连尝都不会尝的 因为首先烟酒他就不愿意去尝 那么再接触到这种非法类毒品的话 他更不会有这种好奇心去尝试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 我想重点强调的就是说 对于酒精和烟草 这两个合法类的毒品 我们一定要去提高警惕 作为家长一定要提高足够的警惕 那么这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包括青少年是非常容易接触到的 非常容易接触到的 对于毒品这块呢 我们要强调的是说 预防的关键就是我们家长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影视作品啊 或者说是学校有这种禁毒的宣传啊 也许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在德国会请这个就是警察去学校去讲啊 关于这种 关于这个毒品的伤害啊 性侵的伤害啊 警察都会去需要去讲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就是说学校和社会 包括教育系统啊什么的 会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方面的 这个提醒和教育 那么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毒品的方面 预防的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家长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就是说在这个家庭里面 家长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尽管许多学校和社区 他都会组织这方面的教育 但是家长一定是这个 教育的这个关键人物 所以每一个家长要承担起 这个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关于毒品跟孩子的沟通 那么关于毒 我刚刚听 就是我听出了这一点 是我以前也没有想到的 就是刚才在珊珊老师的分享当中 说到了实际上在我们身边 也有合法的毒品 把这个烟草和酒精 它是属于合法的一种毒品 因为人会成瘾 成瘾是吧 对 本来我在准备我的这个课 就是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 我就本来就想说 这个烟草和酒精是很关键的 一定要预防住第一步 这个烟草和酒精 然后后来我去查相关的资料里 后发现 还有这个毒品的分类 也可以分为非法类的和合法类的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教科准备是一致的 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要预防这个合法类的毒品 这个是很容易取得的呀 孩子们就在德国是 就是过了16岁 你可以你可以去去这个饮用低度酒 过了18岁你可以饮用高度酒 烟草是过了18岁以后你可以买 成人以后可以去买 我不知道大家好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就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 我去超市的时候晚上跟孩子一起去超市的时候 旁边就有看起来已经是挺大的孩子 其实他还没有过18岁 有几个孩子要聚会 他们想去买酒 但是买不出来 然后就在旁边就问 问我们这些成年人说谁可以帮他买酒 都没有人帮他买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孩子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他是对这个是很有好奇心的 是不是想去尝试这个酒精和烟草 那么其实孩子们这个青春期很多聚会的时候也是 就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想试一试酒啊这样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心理上有提醒 就不要把第一道防线突破了 第一道防线如果突破的话 这个孩子很快进入到 我实际实际的经历来看到 进入到的这个 毒品预防地道 对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合法类毒品 这个不要把这个突破了 如果把这个突破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抽烟喝酒的孩子 下一步就是吸大麻对不对 15到18岁的孩子 在欧洲的话 下一步就是吸大麻高中的孩子 他会悄悄地去找这个大麻怎么买 其实非法去购买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在欧洲这边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有家长关心说 请问如果班里的同学有抽大麻的 跟孩子说抽一下没事 试试挺爽的 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跟孩子沟通 帮他认识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拒绝的 太好了 今天的那个莎莎老师 特别好 有专门的对策 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扰 我的困扰是什么 老朋友晚苏回答说 美国这家跟大麻是合法的 对对对 是的 后中现在也是合法的 所以说我女儿就说 如果长期的听我们这个系列课的话 大家都知道 关系大于教育 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们为什么在家不能跟孩子大吼大叫 要跟孩子保持一个温柔 耐心开放的一个沟通 就是希望孩子把什么话都来跟我们讲 对不对 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 我女儿回来就跟我讲 因为她是开学等于是十年级 然后现在十五岁 那么周围已经有朋友就是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会喝酒了 我记得我讲过这个例子 就是在喝酒的这个例子是这样 就有一次他们聚会的时候 同学就问他说能不能这次聚会每一个人都要带一些东西吗 然后就说这次聚会的话你来带酒行行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们这个年龄是买不到酒的 因为德国是十四到十六岁 是在家长的陪同下 在家长的监督下 你可以饮用低度酒 然后十六到十八岁是说 十六到十八岁 你可以不在家长的监护下 你跟朋友聚会的话 你可以饮用低度酒 十八岁以上你可以饮用高度酒 就比如说我们日常说的那种白酒啊 还有就是说那个福特加那一类的 就是要到十八岁以上 那么他们现在年龄就十五 大概十五岁还不到十六岁的这样一个年龄 他其实如果同学自己聚会 没有家长在的话 他们是不能饮酒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孩子们就提出来 能不能让我女儿就下次聚会的时候带酒的时候 他后来就跟我说 他说这回跟我分的任务是让我带酒 那我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这是一个原则啊 一定要跟孩子弄清楚这个原则 就是说法律是我们最低的最低的一个底线 首先所有的法律条文 欧洲的所有法律条文 关于烟酒 还有包括我们上一期做的性教育 包括你可不可以跟同学发一些这种 关于性的话题的这个短信啊 等等这方面的 这个法律都是有一个规定的 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法律一定要告诉给孩子 那么法律诠释的意义是什么 你14到16岁聚会的时候 如果家长不在的话 你是不能饮酒的 对不对 那么孩子们 为什么别的孩子们会想的是让我女儿去带这个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们家里的家庭关系比较好 说妈妈是一个比较宽容 比较包容的妈妈 那么孩子们就会想 那这个妈妈也许就会同意这个 这只是孩子们的一种试探 这是孩子们一种试探 因为之前是其他的同学带酒的 其他同学带酒就是让姐姐帮着买 因为家里有一点大一点的孩子姐姐可以帮着买 够年龄的姐姐去帮着买 那我就严厉的拒绝了孩子这个要求 我就跟他把法律拿出来看 我说这种情况下 妈妈是不能帮你买酒的 因为如果妈妈帮你买了酒 你带到这个聚会中 首先第一是违法的 第二如果说有哪个孩子喝酒了以后 比如说出现酒精中毒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 这个我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你把这个跟孩子讲清楚 孩子就不会去做了 这是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关于法律的事情 你该说不的时候一定要去跟他说不 让他跟你保持良好的沟通 一定要说不 那么还有一个小的点在哪里 我们以前在做这个亲子教育的时候 跟大家反复的提过这个点 叫做演练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 大家在家里都会跟孩子演练 我们在讲这个预防性侵的时候 会演练说 如果这个陌生人来了以后 或者说家里来的一个这个叔叔阿姨 说想抱抱你 我们我们该怎么拒绝他 我们妈妈都会教孩子 背些裤衫覆盖的地方 神圣不可侵犯啊 会去教说你怎么说不啊 如果别人碰触你的身体 你要说不 这就在家里的一个演练 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个酒精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在家进行过演练 就是说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也是 他说这次聚会 那我知道这次聚会要喝酒 那我们就在家演练 说如果如果同学说 那个今天要喝酒 你来一杯酒吧 你怎么办 然后那个我女儿就说 说那我就说 我今天那个来历假了 身体不舒服 这个肚子不舒服 我不想喝酒 我说挺好的 好那就照着这个去说 就在家里提前让他演练一下 那么他面对同学提出这种要求的话 就不会不知所措 就不会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或者碍于面子 他就要把这个酒喝了 对于这个毒品预防教育的这个原则 我们一定是要尽早 而且尽量的透彻 要跟他讲透 早讲讲透彻 深入的去讲 早讲的话 怎么样算早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早一点的讲呢 有很多小的契机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个 这个牙齿的这个拔牙的这个手术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德国做拔牙的手术是全马 大部分都是全马 全马 全马了以后 全马了以后 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手术完了以后 你是肢体是不受控制的 对不对 孩子自己就可以感受到 那么我们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家的猫在小的时候 就是说很小的时候要做绝育嘛 六个月之前猫要做绝育 做完绝育了以后 这个猫不是也是全马 做完绝育了以后 这个猫就是昏昏沉沉的 它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都是摇摇摆摆的 然后也会小便失禁 我们给它做了很多这个垫子 然后睡在床上的时候 它就会尿在这个垫子上 就完全身体不受控制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跟孩子就讲 说你看 我们的这种 就是说精神类这种药物的这种 对人体的这种控制 你是完全就你自己接受这个药物了以后 你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 你连大小便都失禁的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你做绕术 你做绕术期间 你不知道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你不知道别人对你做了什么 那你同样 如果你去使用这个大麻 或者使用这个毒品 或者说你喝酒喝过量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完全是不受控制的 你去参加同学聚会 你喝醉了 你这个时候完全不知道你一个女孩子 别人碰你 抱你或者怎么样 对你进行侵犯 你完全不知道 那当孩子知道了这个结果了以后 他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个教育可以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比如说有这种 有这种孩子去做手术 接受过这种手术的这个全麻 或者接受过这种笑气了以后 他会有这个身体的体会 或者他看到 像我们家孩子看到这个猫做了手术以后 他就会看到这个后果是什么 他会看到这个人的身体不受自己支配了以后 这个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那他就知道不要这么去做 那我自己比较深刻的体会是说 我在上大学期间 因为我是学医的嘛 上大学期间 我的麻醉课的老师 当时就在讲课的时候 跟我们说 说他见到过的所有的吸毒的人 他指的是海洛因 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 20多年前 那个时候就是海洛因 对吧 然后他说他见到的所有的吸毒成瘾的人 没有一个能戒毒成功的 都会复习 就即使你吸毒了以后 你戒毒了以后 可能再过一两年或者怎么样 会被别人会引诱着再去复习 说没有一个能够戒毒成功的 他说这个戒毒成功的几率是零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戒毒的那种 我不知道就帮助你戒毒的这个 这个药物或者怎么样 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当时老师的这句话 真的对我就说深深的这个震撼 我本身也是对这个毒品 没有这个好奇心的 但即使有一点好奇心 就是他的这句话 我就知道 如果一旦碰触这个毒品 对我来讲就是死路一条 对我那个时候我的感觉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好奇心 那我们每个家长 都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的 你可能知道 你的孩子的性格在哪里 你的孩子最看重的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孩子 这个学习方面很好 他比较看重 他以后自己想去当一个律师 或者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 你说你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你是以后想大学是当律师的 那如果你过早的接住了这个 别说毒品 毒品当然一般孩子都会引起这个注意 你过早的如果接住到酒精 或者烟草的话 他对你的这个身体和大脑的损害 都是不可逆的 我们前年应该是前年 医学类的这种杂志 就是国际上非常好的 这个医学类杂志就已经 发了这个文章了 就酒精对人体的这个伤害 是累计性的 而且你喝一点就有一点伤害 不是说以前不是观念说 一天一小口红酒啊 什么对身体有益啊 什么不是这样 酒精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的伤害 如果你过早的接住了这个酒精 那可能就会对你的身体 或者对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 对你的大脑产生这个损害 那可能就对你的学习 就会有影响了 会对你今后的前途会有影响 那你就会看一看 自己的孩子更关注 更关注最关注哪方面 你告诉他这个危害在哪里 他就会明白 一定要尽早和深入的去沟通 这个毒品的信息 一定要传达到位 一定要传达到位 我自己感觉就是说 家长一定要跟孩子要传达到 你对这个东西是零容忍的 这点一定要传达到位 那么以前我 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 就我关于毒品教育这方面 我自己做的不到位的在哪一点 可能我对酒精方面 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容忍的 烟草和这个大麻类 我是坚决不容忍 但对于酒精方面 我为什么有一点容忍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就是不是酗酒 就少量饮酒 很少量很少量 比如说我们去法国旅游的时候 就会觉得法国的红酒很好 就很想买来一瓶去尝一尝 然后包括在德国 德国摩泽河两岸 都是种那个葡萄园的 那么他的白葡萄酒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就很想去试一下 去旅游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喝一下 他的白葡萄酒 或者去法国要买红葡萄酒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了 家长在这个家庭中 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一个因素 有你家长的这个榜样在这里 你可能就会不自觉的 我对于我女儿来讲 我自己在反思我自己 就是不自觉的 可能对酒精是有一点点容忍的 是有一定的容忍度的 所以说我女儿聚会的时候 她们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 她比如说去喝一瓶啤酒 或者怎么样 包括有的时候她跟我出去 到了14岁的时候 14岁的时候 法定的这个年龄 是可以跟着家长在一起喝低度酒的时候 过14岁生日的时候 我跟她去一起吃饭的时候 专门给她点了一个啤酒 我说今天可以当着妈妈的面 可以这样尝试一下酒是什么 什么味道 后来我就发现 我女儿在聚会的时候 每次聚会的时候 她会回来跟我说 今天这个酒挺好喝的 那这个 对我来讲 就突然敲了一个警钟 我就发现 家长这种零容忍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烟草和大麻 我跟她说我的态度是零容忍 那对于酒精 我自己可能就是 有点接受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美食或者美酒 是人生的一个享受 那你不自主的 你就会把你的这个观念 会影响给孩子 对不对 那么慢慢慢慢的 我发现这样很不好 然后我就会去查一些 关于酒精的这个 酒精的关于医学报告啊 这些 然后就会传递给我的孩子 当我们下次在一起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想喝酒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她 这个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我们今天尽量 把这个酒换成一个果汁 那说到这儿呢 山山老师 我就想聊一下 比如说 今天对我们的家长来说 我们的孩子都小 他们有识别能力 很容易因为一些 不认为是毒品的 比如说烟酒 认为它比较容易 或者说比较容易获得 或者没有认为 它的危害有多大 我们就去不小心 就去接触 或者说 我也想像大人一样去 enjoy 所以我们要用 很重的办法 让孩子知道 或者很严格的方法 专门给孩子 就这件事 来专门去谈 专门去演练 专门给他明确地 让他知道 这个的危害性有多大 可能会发展成什么 家长是宁容忍的 就这个的重要性 那么从这个方位 可能是家长需要 专门就这个是 跟孩子专门去 进行很重要的沟通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 我就想到了 你是美酒的确 是人生的一个享受 可能我们因此会 失去一个享受美酒的机会 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 是不是真的我们承认 比如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对一切好坏 他有这样的辨别的能力 然后他再去 他enjoy他的生活呀 他品尝点小酒啊什么的 没有问题 是不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呀 两个问题啊 我一个一个说 就是说一个是说 我们就说要 重要的这个沟通 很认真的去沟通这个 其实我们这个沟通 是渗透在这个生活中 任何时候都可以沟通的 就刚才想到 就比如说这个猫做完手术了 我们可以去去聊这个 那么酒精和这个烟是怎么聊呢 比如说我周围 我们孩子是很小的时候 这个吸烟是因为 我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男性吸烟 没有 就男性女性都没有 我的这个家庭中就没有了吸烟 那么我对烟味是比较恶心的 就是一种恶心的这种态度 所以说就闻到烟味 我后来会觉得恶心 以前在国内坐出租车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经常有吸烟的嘛 我就会觉得很恶心 那我女儿也是就会很恶心 觉得这个烟味 就觉得有人走过来 她是一个吸烟的人 就会很恶心 那么在这种教育中 比如说孩子就会 就会觉得 哎呀这个味道很恶心 那就是这个教育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说我们去哪里吃饭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吸烟了 然后孩子说这个很恶心 你就会跟孩子说这个确实不好 真的是很恶心 而且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吸烟这个对自己的形象也不好 那么就是不断去加深他这个印象 不好的东西 不断去跟他加深 不断去跟他描述 这个吸烟有如何不好 然后还有包括你周围有吸烟的人 比如说男性亲属年龄大的 吸烟的有肺癌的 或者咳嗽很厉害的 你这个对身体也不好 那孩子就会 就会知道这个 他就不会因为这个 就是说 当然现在这个外界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影视片里面 也会美化这个 尤其是喝酒美化的更多 对不对 大家看到的 就两个人拿一个酒杯 很享受生活的这种 就会美化这个 喝酒啊和吸烟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我自己看到的 就毒品我们可能是 第一警惕的 海洛因这一类的 大麻这一类 我们第一类警惕 下来烟草是第二类的 然后下来这个酒精是最 最不警惕的 可能是最不警惕的了吧 因为因为很多我们 外界很多美化 它的这种东西 让人把它跟美联想到一起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呢 你现在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跟不好联想在一起 要让你的孩子 比如说你的孩子 说到毒品这个词 他就会想到 啊这个烂手烂脚啦 这个人就会死掉啊 会拿着针去望这个 望这个这个血管里面打毒品啊 然后这个这个脸就像这个骷髅一样啊 就会想到很可怕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如果说到海洛因这些大麻这些的 当你说到吸烟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哎呀这是一种很恶心的味道 然后吸烟的人也很不健康 然后一点都不会有这种 嗯时尚啊 这种感觉 因为一进入到中学 一到中学的话 嗯大概15岁开始 就会有很多人 很多男孩子 觉得吸烟是一种时髦 大家凑在一起 这个在学校门口吸着烟 因为学校里面 嗯德国的规定是18岁以上 所以说在学校的 不管是正门还是后门的门口 包括课间的时候 课间的时候 18岁以上的孩子 他可以是在这个 在学校的门口是吸烟的 不能在学校里面吸烟 但学校门口吸烟的孩子 非常非常多 我有的时候就是说 孩子没带书的时候 我就给我女儿送书的时候 我就看见大概总会有 那么七八个 或至少有四五个孩子 在校门口吸烟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时髦 但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不断去跟你孩子去强化 让他把吸烟这个单词 他一听到这个词 他就会跟这种很恶心啊 很不礼貌啊 不是一个就说 不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去做出来的这种行为啊 不健康啊 他会联想在一起 那么他就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教育呢 当然我们是一个 很重要的沟通 我们这个时机啊 是无处不在的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任何时候都可以去 跟孩子选择这个沟通 那么说到这个喝酒的这个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失败在哪里 比如说在我女儿 14岁生日的时候 我带她去吃了饭以后喝酒 我告诉她 你现在有喝酒的这个权利了 我本来的想法 我是说让孩子知道 他多大的 多大岁数 可以干多大的事情 你现在已经慢慢一步一步 是有这种自由度了 后来我就发现 我这点做的不好 我对喝酒确实不是零容忍 而且给他营造这种氛围是说 喝酒是一种很快乐的 跟美食是在一起的 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那我现在慢慢在扭转我自己 慢慢扭转我自己 刚才说到 就联想到这个 丽丽老师的第二个问题 就说你这个是一个 人生很多时候 都是需要这个享受的 比如说庆祝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 在庆祝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香槟打开 碰了一下 这个这种美好 这种美好 真的是很美好 怎么样让孩子慢慢的去影响他 让他远离这个酒精 怎么样远离 首先你看医学类的这个杂志 已经确定了 酒精就一滴酒 就有一滴酒的伤害 就是伤害 就是一个伤害 你把他这个 就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家女儿 他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他很认可这个 他很认可这个数据性的东西 专业做出来的东西 他很爱学习 那你把这个东西 他也喜欢学医 那你把这个医学报告给他 你让他看 这个就是对人体有伤害的 这个酒精 另外还有什么呢 喝酒过后呢 我今天很好 我今天还请了一个小嘉宾 一会儿有空的话 请他跟我们聊一聊 这个男孩子现在是 就是高三毕业了 他早上学了一年 17岁 这个属于德国的高考状元 德国高考满分是900分 这个男孩子考了850多分 非常优秀的一个男孩子 我在准备这期课之前 我跟他聊一聊 我就说你对这个酒精是 怎么怎么看的 因为我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 他肯定毒品他是很了解的 他不接触 烟也他不接触 但是酒精这个就好像 我们在德国文化中 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说我在 比如说我女儿的聚会 我去同学家接他 他在同学家聚会 然后去他同学家接他的时候 德国的习惯是什么 比如说约好了下午6点去接孩子 你去了以后家长 就是说主办聚会的这个家长 先会递给你一个白葡萄酒 这是一个就是说 就一个约定俗成吧 他不会给你递 就是说不会给你递饮料 或者让你选怎么样 就直接就给你一杯 那个白葡萄酒 就递给你 然后家长 每个家长拿这个就开始聊天 然后可能他递给你白葡萄酒 有人更爱喝啤酒 就说我要啤酒 但是喝酒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习惯的东西 然后家长就拿这个酒聊天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挺震惊的 我说我不喝酒 他们就在笑我 说在德国喝白葡萄酒 是一种享受 就说大家已经自然而然的 把这个就联系在一起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这个酒精 在这个德国文化中 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 那我就跟这个孩子去聊 就是我一会儿要请到的 一个小嘉宾 我跟他聊聊 我真的很受启发 从孩子的角度 怎么去看这些毒品呢 那么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看到过 他看到过就是因为 饮酒了以后 就是断片了 什么都不知道 就贪软在那里 什么都不知道的 这样一个场景 可能是看他的同学 或者看朋友 这样 那么他知道了以后 这个就对他触动很大 他就觉得 我不能让我自己是这样 什么都不知道 躺在那里任人摆布 所以他在聚会中 我说那你在聚会中 怎么样拒绝饮酒 他说就直接说 我不喝酒 就这样 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 把这种 这个单词啊 这个比如说 这个单词 去跟这个不好的 去联想到一起 那么我觉得 我对我女儿 这个酒精教育不好的 就是说 我自己的缺点就在于 一开始就跟他 就是完全就是好的 这方面嘛 就是觉得 这个美酒 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对不对 就是德国的这个文化 大家要么啤酒 要么什么这个 白葡萄酒 还有一种什么香槟 就很美 包括我们前不久 去法国度假 然后大家都会尝一尝 法国的香槟 真的是忍不住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家长都忍不住 你怎么让孩子忍住 对不对 就家长一定要有 这个零容忍 对于对于酒精 要零容忍 你的孩子才能 才能说 接受你的这个观念 家长就是我们 预防的第一道线 这个是非常关键 我再插一句话 现在有两件事 一个是刚才 我们Jessica的 这位家长 她说 现在的年轻人 用电子烟 有什么建议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说 就是因为昨天 我们在准备 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跟莎莎老师 通了一下 莎莎老师昨天 在跟我们说的 今天还是要同样 强调了一点 一个是烟草和酒精 本身对于人的身体 是有伤害的 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不能 让孩子去接触 让孩子知道 它的严重性不好 让他联想的不好 他就不去接触 另外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 就是预防毒品 很多的手段和途径 就是通过烟草和酒精 带给孩子的是吧 把这个原因讲一讲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场景 就是孩子们在聚会的时候 大概18岁左右的孩子 在聚会的时候 那一开始 不可能上来说 比如说有大一点的孩子 想用烟草去饮用你 或者坏人想用 不是想用毒品去饮用你 那他一般不会说 一开始上来 就给你一个毒品 对不对 一般都是说 来支烟吧 抽支烟吧 或者喝杯酒吧 这样 那么聊一聊聊一聊 大家熟悉了以后 发现这个孩子 是一个长期吸烟 或者说酗酒的一个孩子 那么下一步 他才会拿这个毒品 去饮用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才有这个机会 揭露到毒品 一般前面 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说这个孩子 本身是一个不吸烟 不喝酒的孩子 他接触到毒品的 这个几率是很小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 去讲这个烟和酒 我们如果把烟和酒 拒绝在这个一开始 一开始的这个地方 他就会 孩子自己就知道 连烟酒 都是我们不能接触的东西 孩子就不会再去接触 这个海洛因类的 这种毒品 精神类的毒品了 这个 刚才 刚才还有一点 就说再说到这个莉莉 再说到人生享受的时候 就再说到这个享受的 这个 比如说这个享受时刻的时候 我们这个酒 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转移 把这个注意力怎么转移 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 讲到这个性教育 说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怎么样帮他控制 这个性的冲动 我们转移是哪几类 我记得是刚开始 就是第一类就学习 对不对 花更多的时间 去把他引到这个学习上面来 让他有更 让他有时间学习的时候 慢慢就会忽略这个性冲动 第二个就是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我忘了什么了 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活动啊 什么的 多去丰富他的这些活动 那么他就会把注意力 更用在这个学习 和这个运动上面来讲 就会少一点 关于性冲动方面的去联想 那么同样 就在你人生的 很美好的时刻 这个时候当然给你一杯红酒 或者一杯白酒 你会觉得很好 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体会到 这个红酒和白酒的好了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 这个伤害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世界 卫生组织要把这个氛围 就是说要把这个酒精和这个烟草 要把它归类为合法类的毒品 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或者精神成瘾 如果一个孩子 就他已经说尝试过酒精 他发现这个酒是很好喝的 在人生的一些很美好的时刻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喝点酒很美 这个时候有可能是说 他的这个精神或者身体上 已经体会到酒精给他带来这种快感了 已经有这种成瘾的快感了 所以说一定一定要有这个警惕性在里面 那么我们在这个好的 美好的时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呢 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开心的这个庆祝的时刻的时候 你的孩子如果已经开始 饮用这个白酒了大一点的孩子 已经这个时候想用一个白酒了 那么我们这时候慢慢往低度去替代 比如说这个时候替代 你可以替代说 我发现一个挺好喝的这个香槟 把它替代下来 然后再等一等的时候 香槟替代了以后 然后你可以跟孩子 比如说 我发现一个特别好喝的这个饮料 这个饮料是没有酒精的 但是喝起来又有酒精的味道 德国有这个无酒精的啤酒 德国有无酒精的啤酒 我们就喝无酒精的啤酒 我有一段时间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那个咱们今天来喝一个无酒精的啤酒 然后他他下意识的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就这有什么意思 就真的是说你要慢慢的往这个低度去替代 然后现在我们家基本就替代成果汁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果汁好健康又解渴 一般来早的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 很开心出去吃饭的时候 你不要去问他那个问题 你不要去问他今天是喝个香槟还是喝个什么 我把问题改成什么 我把问题改成你今天想喝橙汁还是苹果汁 就一个局限的问题让他让他橙汁和苹果汁里面去学 就这样 然后刚才说到电子烟的问题 我觉得针对这个电子烟的问题呢 就大家先去查一查电子烟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查一下电子烟是一个什么东西 电子烟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呢 五花八门各种各样 我看到包括说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德国的一个就是说二线城市 不是一个就类似于中国的西安这样一个城市 那么他的这个亚钞就说是比较少的 亚洲的东西是比较少的 有一些送菜的什么都是从杜塞或者科隆这些地方 每周来两次给我们送就这样 然后包括在他送菜系统里面 甚至单独拉出来了一栏电子烟就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我都我都看花了眼了 但是我自己因为对这个对这个烟草是完全不感兴趣 所以我就完全没有看这个 我现在查一下 这个电子烟呢 它是一种可有充电虚动的物化器 加热物化油仓中的电子液体 这个电子液体有什么呢 有烟油 电子果油 也有尼古丁 就其实电子烟中是含有尼古丁的 是有这个对人体有伤害的这个尼古丁的 电子烟它无需燃烧 只会产生蒸汽或者没有油烟 没有胶油及一氧化碳 很多人就认为它是有潜力的尼古丁替代品 也就是说它吸食上面来讲 吸了以后有这个尼古丁 可以满足人的这个满足人的烟饮 但只是说它没有这种可怕的味道出来 有些人包括我刚才说到 我和我们家里的人都会觉得烟味让人很恶心 它就没有这个烟味出来 不产生胶油 但是它有潜在的这种危害在哪里 就是说它是有尼古丁的呀 这个要跟孩子讲清楚 尼古丁一样是对人体有伤害的 这个电子烟其实是跟烟是一样的 当然会成瘾的 因为有尼古丁在里面 尼古丁就是一个成瘾的一个物质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吸这个烟 是不是显得更文明一些 因为它没有烟草的味道出来 我看到关于它好的报道 我看这个是说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 曾于2015年提出报告指出 电子烟比传统纸烟少了95%的伤害 而且每年帮助2万名吸烟人士戒烟 我觉得但是这个点在哪里 这个要跟孩子传达点在哪里 首先我们就是不吸烟的人 对不对 电子烟是帮助吸烟的人去戒烟的 首先我们就不吸烟的人 不吸烟的人 你这个就好像你去选择一个犯罪 你只是说你选择一个大犯罪 还是选择一个小犯罪 你好像选择这个电子烟是一个小犯罪 选择这个抽纸烟是一个大犯罪一样 你都是一个犯罪 你要跟孩子讲清楚这个 都是一个犯罪的 而且都会引起这个身体的伤害 尼古丁本身就是引起身体伤害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我把电子烟都忽视了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对烟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一个人 我只是看到这些孩子 就是站在学校门口吸烟 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关于就是说 这个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一块 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家长是预防的关键第一道线 另外就是一定要尽早尽透彻的去跟孩子讲清楚 那么还有一方面 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什么 比如说你的社区或者你的学校有一些禁烟的讲座 你可以拉着孩子一起去做 让孩子参与其中 当孩子参与其中的时候 他上网去查资料 他就会明白这种烟酒啊 还有大麻啊 还有这个 这个 毒品对身体的危害在哪里 他自己查过一次以后 他知道这个危害 他再去跟年龄小一点的孩子 讲出来 那他是有一个很成就的感觉的 他觉得我去做了这个 推动这个禁烟的这件事情 禁毒品的这件事情 让孩子去参与这个事情去做 我们再讲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如果说已经发现了你的孩子接触了这个毒品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想法 如果说发现孩子已经接触了毒品怎么办 我们今天来的家长里边有没有听说 或者说您的孩子已经有这方面的可能一些迹象 让您很担心 有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有的话呢 因为现在课堂沟通其实是非常的珍贵的 我们今天现在来了十位家长 大家如果这一情况 我们可以现场来交流一下 不用打开镜头 声音交流就可以 可能说就是说 比如说烟酒是挺多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自己也有朋友 发现孩子的房间有这个 有烟放的有烟 女孩子啊 放的有烟 然后妈妈就不动声色 妈妈非常不动声色 因为知道这个孩子那段时间 精神压力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妈妈的处理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 妈妈完全没有提及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提及 因为她 她知道 她跟我说 她知道她的孩子对这个烟的味道 本身是比较排斥的 然后她观察到孩子那段时间 可能是因为学校有一些什么压力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想谈恋爱 这方面有什么压力 所以孩子导致了这个吸烟的一个行为 她知道孩子这个行为是一个短暂的 所以她没有 没有去跟孩子去 面对面的去谈这件事情 引起孩子这种排斥并没有谈 而是说那段时间多陪伴孩子 多去跟孩子聊天 多带着孩子出去玩 后来她观察了一段时间 第二个星期她就再也没有看到烟了 这个妈妈私下跟我分享的 她知识之中在孩子面前 没有直接的去点破孩子 戳破这件事情 说你不能吸烟或者怎么样 而是她更多的去理解孩子 她可能是一时间的这个行为 她陪着孩子就疏导 这里就讲到这个疏导是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去疏导把她的精力用在更 就是说学习或者运动上面来 还妈妈去陪着孩子出去玩啊 去运动啊 这个我们日常碰到比较多的 还包括我刚才讲到 我自己家里遇到这个 喝酒的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 就是去给她 其他的选择 在做到饭桌上的时候 你就问她 今天是喝点这个橙汁 还是喝喝苹果汁 去给她其他的选择去代替 那么如果说 已经面对这个孩子 已经发现这个孩子 发现这个孩子吸毒了 用大麻了 怎么办 我们之前讲掉了 就是说 前面很多课讲到 比如说 就是为什么越禁止孩子越想要啊 包括怎么样 跟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啊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解决啊 其实这些方法都是通用的 就是遇到孩子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一定要有成长性思维 不要把这件事情 跟你的孩子这个人联系起来 跟孩子说的时候 你不要说 不要说一些什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啊 你太让妈妈失望了 等等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论事 就这件事情来处理这件事情 要了解清楚孩子 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一定要了解清楚 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 孩子交了不好的朋友了 这个朋友 去引诱他去吸毒了 或者说 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别人递过来一个 有毒品的 有毒品的这个香烟 或者 或者说 把这个毒品伪装起来 伪装到饮料里面 让孩子喝了 孩子这个时候 已经接住到了 已经成瘾了 怎么办 就是说 一定要分析清楚 孩子背后的原因 孩子是怎么样 形成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然后跟孩子 共同去面对这个困难 共同去解决 你一定要把自己 摆在什么位置呢 摆在跟孩子的这个共同 去面对问题的这个方向 你跟孩子是一体的 我们很多家长 就是说很焦虑 一碰到问题的时候 就把自己跟孩子 对立起来了 就会跟孩子说 你怎么这样做 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做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你太让妈妈失望了 一下就把你跟孩子 对立起来了 孩子就拒绝跟你沟通了 这个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一定要弄清楚 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 跟孩子一起 共同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例子 是上一次 我跟大家讲到的 有一个来这边留学的 一个小留学生 15岁的一个小留学生 因为德语一直都学不好 那么我最近 就最近在跟他爸妈聊天的 一个过程当中 发现的 我真的是挺震撼我的 就这个孩子的学习 你会看到 学习也 也一直跟不上 到现在一年多了 这个德语一直都处于一个 很很差的一个水平 然后这个生活能力方面 也比较差 那么昨天在跟他妈妈 通话的过程当中 我跟他妈妈在通话 然后我在通话中 我就听到爸爸是 很大很大声音在训孩子 就一直在训孩子 因为孩子最近一次 考试成绩出来 爸爸很生气很生气 非常生气的在训孩子 然后就跟孩子说 我只给你两周时间 你把这门课考试 再考一遍这个德语 如果你这个德语成绩 达不到多少分 你就马上回中国来 你就不要在德国待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就当你看到孩子的 这个成绩的时候 那你就要分析清楚 孩子为什么得到这个成绩 他平常有什么一些行为习惯 他平常每天 有没有花时间在学习 他平常在课堂上 是怎么样跟同学和老师 去交往呢 他的问题在哪里 你把这些问题都捋清楚了 孩子的平常日常的 一个学习习惯 你给他培养好了 孩子就不会出现 这样一个结果 而不是说孩子出现了 一个不好的学习成绩 你就告诉孩子 我就给你两周时间 你就必须再把这门课 再考一遍 我只只要看到你这个结果 你必须要达到多少分 你达不到你马上回国 这个真的是 就是挺让我震惊 又挺无奈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跟这个家长说 你还是要有耐心 去跟孩子去讲 你回国 就是说你回国学习 还是说在德流 在德国继续学习 都不是说一次考试成绩 能够决定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到孩子 去吸毒的时候 有很多家长就会很很失望 就会讲他这辈子该怎么办啊 他这辈子就会毁了 你不能把这个思想传递给你的孩子 如果你这个思想传递给你的孩子 你孩子会觉得我毁了 我就继续这样吸毒下去吧 别说这个吸毒了 很多孩子 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很多打游戏成瘾的孩子 对不对 家长最喜欢跟孩子说的 就是说你这样打游戏怎么办 你还上不上高中了 你还上不上大学了 你以后还怎么办啊 你这个一下就局限住了 你把孩子这种思维就局限住 孩子就会觉得我人生完了 那我们以前讲说这个 陪伴孩子终身成长 我们一定要终身成长的这个思维 我们人是一辈子都是在学习 在成长 在犯错 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纠正 不断的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孩子遇到这个困难了 可能说他在这个短期内 他犯了这个错误了 你要跟孩子站在一体 一起的去面对这个错误 一起去帮孩子去分析 怎么样应对 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 把孩子就是说 拉到这个正途中来 我们跟孩子始终是一体的 就遇到这个 即使说遇到最差的情况 最可怕的情况 也不要也不要马上就焦虑失望 或者说大声的训斥孩子 都不能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一定要好好地慢慢地去跟孩子沟通 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慢慢地去解决问题 那今天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就是说关于毒品 我们讲到了 可能我们平常日常对这个 海洛因类啊 大麻类啊 比较的警醒 特别的警醒 关于毒品 毒品 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叫做合法性毒品 酒精和烟草的这个伤害 不管是合法性的 还是非法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全世界全球范围内 都是越来越严峻的一个趋势 越来越严峻 越来越可怕的一个趋势 毒品 毒品 接住毒品的这个 人的年龄在越来越小 接住毒品的人群 在越来越广泛 我们随便上网搜一下这个 这个数字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比如说西烟的 西安的我看了一下 西安的人群 是20%多在人群中 就等于五个人中 有一个人在西安 可能这个数字会更高 在德国西安人群是很多的 旅行西安是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 整个的这个大环境 是越来越差的 这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这个数字在哪里 你周围有多少人 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如何让你的孩子 在这种环境下 保持一个好的 一个良性的发展 第一道防线 就是说我们家长是承受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家长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就是预防的关键 我们要尽早 尽早和尽透彻的去跟孩子去沟通 在这个沟通中可以用到很多技巧 我们之前讲到很多技巧 比如说演练啊 然后让你的孩子去参与其中啊 分析这件事情啊 去跟孩子尽多的去讨论这件事情 也可以拿周围的人去做举例 做比例 周围什么人 比如说他这个吸烟 你看到他了 得了这个肺癌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刚才我举到的那个例子 那个小朋友看到的 他看到喝酒的人断片了 那么他就说他自己是不喝酒的 就去更多的 更深入的去跟孩子去讨论这件事情 早一点的去做这个预防的工作 那么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把那个小朋友叫过来 这个高三的这个孩子叫过来 从他的角度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 李李的声音关了 亲爱的 对不起 好的 那我们的家长还有什么想法 或者现场需要交流的问题吗 如果现在没有 如果突然想起来了也没关系 可以把这个文字留在chat里边啊 好的 那现在就是请莎莎老师 我去请一下这个小朋友啊 马上回来 李李如果有什么 就是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 什么可以给我们放一下 网上的相关的公寓 这样的 其实刚才就是说到这些呢 我还专门找了一点标识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加利福尼亚还有芝加哥 干嘛的那种食品啊什么的 都是在市场上公开可以买到的 我前两天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 看到欧洲的那个街边的 去那个阿姆斯特丹 街边的小店 专门就是经营这个 大麻食品的一个小店里边 它就公开的 有什么东西都在里头 所以我专门呢找了一些标识 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已经很注意这个 也许您的信息要比我聆通的多啊 我呢大概找了一些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遇到这些零食啊 或者什么的一定的注意 因为很小的小朋友 在房裹上也许会不小心也就会吃到这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啊 好的 THC这个 你看像这个巧克力是大麻巧克力 它大麻的这个是几片叶子 你看这种五片叶子 嗯 你看这些 只要有THC标识的 像这些标识的全部都是 一个是这个叶子的标识 还有THC的标识 像这个人做成各种小糖果 这个上面还有这个有大麻成分的是这个字母 CINIBIS 或者THC 这些都是的 你看这些标识 嗯 我们再看一下大麻巧克力 这个标识很重要 这个一看这个叶子 我们记住他的样子 嗯 好的 我相信这些呢 因为家长们对孩子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担心和焦虑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好的 把话筒再交给我们的莎莎 嗯 有请我们的小嘉宾 嗯 好 我现在请来的这个西蒙 西蒙同学 西蒙同学是今年高三毕业的 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学生代表 属于高考状元类的 这个德国 德国高考码分是900分 西蒙同学考了850多分 是吧 啊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的一分 谢谢西蒙前来跟我们这么多的家长 呃 做一个正面的分享 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这些家长的孩子呢 可能有一些比你小一些 但是呢 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好的 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开始吧 谢谢 我们就想就是了解一下西蒙对于这个酒精 还有烟草 还有毒品的一个看法 就日常在跟同学的交往中 因为我知道在有这么大的孩子 像他们这么大孩子很多聚会啊 你是怎么拒绝同学的这种邀请的 对 呃 我反正 呃 确实 我如果跟同学聚会的话 或者是呃 就是困难玩的话 也会经常有人去让我去喝酒什么的 呃 抽烟都还没有 我但是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去呃 会邀请人抽烟的 但是我反正都会直接就直说 说我不想喝酒 呃 我自己呢 是觉得我 不想真的像那种醉醺醺醺的样子 然后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了 呃 这是我自己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要邀请你喝酒的话 就是直接说 很直接的说我不想喝 呃 其实不用找借口什么的 就是呃 直接说不想喝就行 呃 如果真的有人会逼着喝酒吧 我觉得这种人就最好别交朋友了 呃 真的如果那种逼着不放 呃 那种呃 我反正还没经历过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的话 我是不会跟他做朋友的 呃 这是一样 呃 我觉得真的就是给人家要去喝酒啊 就这种两种情况 一种是逼着喝 一种是同学聚会比较兴奋 就觉得你也加入这个兴奋状态吧 呃 那我觉得呃 喝酒的话 总是得想一想呃 是什么目的 就是呃 如果说他们想让你跟着到这种兴奋的状态的话 那我觉得这种聚会什么的 本来就很兴奋 你为啥要喝酒才要在这种状态呢 所以说呃 总是得问一问自己说喝酒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有就不管是什么 就反正大部分人都会喝酒的 只不过问题是在于说 啥时候第一次喝啊 呃 因为现在这种社会风气吧 怎么说呃 怎么说呢 谈生意的什么呢 也经常会喝酒什么 或者吃饭的时候 这种聚会 就喝酒是一种呃 有有有有有有一点遗失吧 虽然这个不太好 因为喝酒呃对身体不太好 但这个遗失是存在的 这是一种风气 所以说我觉得 总是得想问一下这个自己这个意义是在哪里 就是这个目的是在哪里 如果说真的只是为了跟着 别人 别人就是要比方谈生意的话 那我觉得喝一点点也没是没问题的啊 只不过是 如果太小的时候 就像我我当时16岁什么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喝酒 那我觉得我是不想喝 因为我见过人 那种醉醺醺醺醺醺醺是 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的 他们就而且是喝完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干过什么 这是我自己是觉得很可怕 就是我我没有控制我自己的身体了 就是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我我自己是害怕的 呃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奇什么的会使人去喝酒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好奇 我觉得真的就是有想加入这种群体 想想想加入这种群体才会去想喝酒 呃所以说我觉得为啥要加入这个群体呢 就是说呃 肯定加入群体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喝酒去加入 因为你他本来就是朋友 你喝不喝酒 对这个没有你不会改变这个你和他是朋友的状态的 像我有很多朋友是喝酒的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不喝酒的 这是不会去呃 那影响说我们之间呃朋友的关系 所以说呃真正这种呃 如果你喝酒的话 对就是总要想一想目的 这个喝酒的目的是什么 呃我觉得如果喝酒的话呃总得有一个人在你边上看着一下 这个不一定是家长 这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因为比方说我找一个不喝酒的朋友 说啊我今天想试试喝酒 那么呃我觉得应该有人在边上看着别让我喝多了 呃而且如果喝多的话最后跟我说一下是说你喝多是什么状态 因为很多人就是喝完之后 这种喝多状态就觉得挺好的就高兴吗 然后呢但是失控 然后但是不知道自己失控 所以说只要因为通常跟他就你如果喝到那种程度的话 你边上人也都也都合成那种程度 所以谁也不能跟你说事后也不能跟你说你啊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就最好要有一个人在边上看着 像我父母从来也没有说过说什么呃不让我喝酒 就从16岁以后而说呃你喝的话你别喝多了 然后呢你喝的话你呃最好有人被人看着 这个是这这是两件事吗呃 所以说这16岁之后这是可以喝酒的这种年龄 他会跟我说的我自己是不想喝酒 因为我自己有点害怕 但是很多人我相信他是不会害怕的呃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真的像如果也不害怕喝酒的话 真的要是说就达到不喝多 还有是有人在边上看着呃 这是酒的问题 但是一言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一言是我我觉得是最好不要碰到嗯 这个我觉得一言比酒这个上瘾的人要多的这个是 而且是上瘾的可能性要高的多 这是有科学证明了 我我是比较就是偏偏理科的 所以说我我比较相信这种呃 旅行状态的 就是科学这种状态的 所以说呃我是那种呃 绝对不会不会想去碰烟的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在我们这个年级里边是抽烟的 而且我也知道有那种圈子 我也知道会有人去邀请别人抽烟的 这个呃怎么说呢 我我的朋友是没有我我虽然朋友是出烟的 但是他没有说邀请给我出烟 但是我觉得抽烟的话这种呃真正接触到烟呃 就是肯定是在当然马路上有的 但是真真正 亲密接触的话就是如果你朋友出现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呃邀请人抽烟这种事是不太好的 我觉得所以说也是同样是说说就自己说不要出现就行 然后如果像跟我说的话我父母也三位没说过说你抽烟什么看着是就是抽烟什么 又是谁看着什么的还是什么的就不知道多抽而只是说别抽就是这个是比较确明确的一个东西 明确的决定 有一个问题 西蒙 嗯 从我们这个您刚才的介绍当中 我们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的呃理智 而且非常明白他明白这个危害的这样一个孩子 那么像你这样的呃在你的这个呃生活的这个呃层面上你的同学你的朋友这个年龄段的或者比你更小的这些朋友当中来看 像你这么清醒的孩子多不多大家大致的状态是什么样 你觉得如果从这些周围的人的这个情况来看给大家一个或者给这些孩子的父母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较好 嗯我觉得我周围的话就是至少我的朋友是理性的是比较多的 嗯但是我我也知道我年级里边有很多人是抽烟喝酒的 这个是呃这个我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呃虽然我自己是不不不不在那个群里边 但是他们比较他们他们就在学校外面抽所以说我当然看见了呃所以说我我觉得嗯怎么说呢就是呃 永远都是要了解说负面的影响和你达到的目目的就是你或者你能达到什么啊 你像比方说有人呃酒气不好啊然后你朋友建议你去喝酒这种事这是很很常见的 所以说啊这种就真的是想知道是说因为很多人是就是说不太了解后果就是大概知道好像说是不太好的 但是自己是没有感觉的只有直播室的时候有可能头疼但是当时是觉得挺好的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呃 负面的影响和正面的影响这个正面的影响呢其实也就是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当然是说你的荷尔蒙什么的你高兴然后什么 这种东西是呃他是肯定会达到的这是这是不用置疑的因为要不然不会有人这么多人去抽烟或者喝酒或者是吸毒什么的 啊这是肯定会达到的但是所以说这种东西你你也我觉得也得跟人家说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 呃就是说你不要光说说你不要去喝或者你不要去抽而是说啊那为啥别人会去抽为啥别人去喝这个是对对我来说的话如果说有人跟我说啊你不要去弄 那我觉得那你为啥有这么多人在干就为啥有这么多人去去去去喝去抽什么的呃所以说我觉得也也得说清楚说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同时得说很清楚的说说你干这些事你喝你抽的话你有什么负面负面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就等于说这个称吗就是说呃这边就是当然你身体问题然后呢 神志不清什么的这种东西你这个也强调然后呢那边你也得说一下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干这事啊然后呢他们是 他们通常是不理性的他们通常是不知道或者说不清楚这个后果的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两边你都得说一说啊 孩子的这个提示或者说专门把这个体是提出来严重性让他知道是最重要的我们还看 我看到有一家长留言他说这是在上大学之前上大学之后可能酒能化会更加狂热会不会因为同辈之间的压力会比较大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西蒙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我我总结一下西蒙的这个然后再让西蒙回答这个问题我总结一下估计大家就会有有很好的理解了我觉得西蒙讲的特别好 西蒙第一点讲到直接拒绝因为刚才我也跟西蒙讲过就是说我跟家做的那个演练我就说你不想喝酒的时候就说自己今天身体不太好啊不喝了 因为我就觉得西蒙给我的这个提示特别好就直接说我不喝酒因为你可能这一次被别人邀请你下一次还被别人邀请你不能每一次说你身体不舒服想喝酒对不对你就直接拒绝说你不喝酒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一点直接拒绝第二点西蒙提到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在聚会中你为什么要去喝酒为什么要去抽烟你想一想这个他刚才解释了想了就你想过以后你就你就发现你不需要喝酒和抽烟也可以在这个聚会里面过得很快乐是吧你想一想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我刚才讲的时候讲到了你一旦跟孩子讲这个西安这个词把它负面负面影响扩大给他联想起来喝酒也是联想起来西蒙就说这个负面的影响 就是说没有没有控制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想到这个了以后自己就不会去喝酒了对不对要把这个词跟这个负面的影响要联系起来第四点我觉得西蒙讲的特别特别好就你身边要有一个正面的人就榜样的力量你看我今天是带着家来找西蒙来玩西蒙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榜样学习也好就人体也好各方面各方面都做的非常非常完美所以说当我在有一些生活问题 或者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去请教他请教他的父母就你身边一定要多一些这种正面的榜样的力量因为前一段时间在家的同学喝酒喝抽烟很多的时候我就找西蒙的妈妈去聊了这件事情了那也是聊得很透彻因为你一定会这个大环境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大环境越来越不好你吸烟喝酒包括用毒品毒品现在很多这个大麻在很多国家都合法化了这种人群是越来越多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中在在这种 人群中保持清醒一定在身边要多树立这种正面的榜样的力量西蒙刚才说如果说去喝酒的话带上一个这个旁边最好有一个也不喝酒的人去提醒你是吧很好我觉得这些点特别好第四个点就是这个榜样的力量第五个点我觉得他讲的也非常好就是说他的父母在跟他沟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说到明确的就跟他说禁止而是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交给孩子自己去判断的方法让孩子用自己的这个 这个信心去判断这件事情去告诉孩子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没有说直接禁止你不能去做这个这个事情我刚从他的这个回答里面提炼了五点出来我觉得这个上大学之后这个酒文化中国这个酒文化也挺多我不知道德国怎么样我觉得德国也挺多有可能会更多更多对因为我看到就是说他们年级毕业的时候不是拍了很多那个视频放在网上然后都是大家喝的那种 你拧顶着那种然后就这样说那个叫群魔乱舞大家在酒吧里面跳舞啊喝啊这样大家可能就觉得大家在一起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啊孩子们在一起那如果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会不会有这个压力呃你说就是这个压力的话他肯定就是说压力唯产生的可能性就是说有人去邀请你喝酒对吧那个我还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低层 有人邀请你喝酒的话,那么还是啊,像我说的那个就是明确说不,那么他以后也会知道了,就以后就不会再去邀请你了,呃,如果真的是那种像逼着喝酒的话,像我说的那种,我觉得他人格不太好,就是真的是一直逼着你的话,而不是说,呃,就就你问你一次,问你一次,这是很正常的,问你一次的话,呃,我觉得,嗯,我是自己是觉得我,我比较怕这种状态,所以说, 我就不去,呃,喝,对吧,呃,当然有人也会觉得,呃,那也没啥,对吧,那就喝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呃,那肯定是之前就不太去不太清楚说他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说还是像我说的是这个,你去喝的话,那么他肯定也也会有一些,呃,他有原因的,就是说你就算是有人去选择,现在去喝,那么他有原因,呃,有可能原因是因为想心情好,有可能是想跟着别人, 一块,呃,进入这种兴奋的状态,那么,这就所谓的,或者说想想跟着这些朋友,就想融入这个圈子里边,呃,所以说他还是有这些原因的,那么你有原因去喝,你应该也有原因去不喝,你才能去不喝,所以说你应该清楚这些不喝的原因,呃,然后呢, 来,来去,等于说是平衡这个要喝的这个原因,呃,所谓这种,呃,peer fresher什么的,这个东西的话,呃,其实我是也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的,这个是,我觉得到一定年年之后的话是不会,呃,怎么说呢,不,不可以,不可以,呃,他肯定会有的,他肯定会有的,呃,因为我朋友也也会喝酒吧, 那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有可能不太容易,但是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喝不喝酒,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所以说,呃,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喝,喝不喝酒,呃,对,对这种情况,对这种聚会,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是没有影响的,对,西蒙这个讲的特别好,我就想到了两点,啊, 一个是我,我之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在国内工作过很长时间,那我主要负责的区域是西北五省,西北的人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能喝,就一个省比一个省,每个省,而且,而且我们的那些专家都特别能喝酒,而且一去聚会的时候,尤其年终聚会的时候,每个桌就上来,基本是,呃,基本是配备是,基本上一桌配备是五到两瓶白酒,一桌十个人,男男女女都有,医院里面,嗯, 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想法跟西蒙想法一模一样,就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职场女性,首先,我不能说给自己造成这种醉酒的这种,这种形象,所以我在我的工作中,其实我刚才讲到了,我日常生活中,我是饮酒的一个人, 但我在工作中是坚决不喝酒,我就表现出来,我一滴酒都不喝,甚至有一次在新疆的时候,就是那个,那个院长还,就是底下的,底下的医生就会觉得你不给人家面子嘛,你,你不,你不给人家面子,你不给院长面子, 你喝酒,你不喝酒,但是你一定要立住,你就不喝,因为你这次不喝了以后,你到下个医院,你才能也不喝,对不对,你到下一个单位,你才能一直都不喝酒,就是在这样,永远拒绝的一个状态, 第二点,我觉得西蒙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在西蒙身上可以看到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在同学, 就是众人接罪我,读醒这种状态是很难维持的,为什么西蒙能够维持,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员在里面, 我去参加他的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觉得读到西蒙的这个,就是发毕业证书,读到西蒙的时候,底下人鼓掌特别多, 还有家长跟我来说,就祝贺啊什么的,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并不是靠这个吸烟喝酒来证明你喝不喝群, 他一定要有他立足的地方,在读西蒙的这个毕业证书的时候, 读了他很多,不光是这个分数,还有奖项啊什么,得的什么什么奖项,大家一起读出来, 是让人很敬佩的一个孩子,所以说这样的孩子,他在人群中, 他不是靠这个抽烟喝酒去跟这个人打成一片的,同样你在工作中, 你一定要你的主要的东西,你的学习和你的工作,你要能站得住脚, 你要让大家觉得你的学习就是最好的,你的工作就是最好的, 你这方面是很优秀,他就不会再拿吸烟和喝酒来评判你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特别谢谢西蒙,今天给我们特别好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非常精彩,好的, 很厚彻,好的,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好的,我们的很多家长还有些其他的问题, 如果你还有觉得很重要的一些话题想要探讨, 可以把您的话题发在我们的亲子群里边, 也可以发给我,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新的话题需要做一些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针对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些话题呢, 来做一些新的分享的安排,是这样, 谢谢莎莎,谢谢西蒙,谢谢我们的家, 谢谢每一位到达的家长,好的,就这样了, 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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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那么多一位